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圓神5.0 玄武人步入紀文維茲特蘭的神秘訪客加英雄的儀式 右上角這個位置 然後先做第一個維茲特蘭的神秘訪客 這邊畫可以追蹤一下 好 鎖下一角就傳出毛點 傳過來 點用絕衷了 好 這邊對外畫之後我們看向小地圖上方 然後在這裡 好 這邊變成龍之後看向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往上拉 兩段位移上來 然後站在平台這邊 在左手邊 這邊是第一個龍 對畫 對外畫中的抬頭 1 好 這邊上來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抬頭 藍方向地圖下方 然後你不是抬頭 這也是第二個 好 對外畫之後呢 我們從這邊爬上來 爬上來 上方這邊是最後一個 好 這邊對外畫之後呢 直接下路 好 這邊對外畫之後呢 下一階段 英雄的儀式 然後來到這個玄木人右上角 跟任務直行走 來 對畫 好 這邊對外畫之後呢 我們要去到這個 後山這個上面 這邊矛點都沒開啊 我們直接跑上去啊 然後東南方的地圖右下角 然後這邊變化一下 變化一下形態 然後抬頭 南方向地圖下方這邊抬頭 然後往上拉 再往上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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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抬頭 好 往上拉 OK OK 上來 上來之後呢 我們朝著這個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走 先來開一下這邊的矛點 好 可以切換到人形態了 好 這矛點開一下 然後地圖右下角 好 這邊對外畫之後呢 右邊這個火種 獲取一下 然後我們旁邊 按T鍵變化一下 然後往前走 這裡 長按E技能 然後給它 再按E技能給它補過去 接著我們看向這個北方向地圖上方 然後E技能拉過來 好 來到第二個點 這邊按E技能 好 這邊靠近完之後呢 我們小地圖上方北方向 地圖上方 過來 過來之後呢 我們按E鍵 拾取一下 然後對著前面這個丟一下 好 你這邊激活完之後呢 我們先變回人形態 按Q鍵變回人形態 然後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的話是下一個火盆 過來之後呢 你把怪清一下 清完了之後呢 我們看向這個地圖右下角這邊 然後按T鍵 再附增一個 然後我們再按E 拿一下 然後對 再按E鍵 就這邊丟過去 好 接著我們再點任務最多 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過來 這邊攜帶火種的話 靠近就可以了 然後再往這邊走 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拉過來 好 然後來NPC對話 好 好 目前的話 弦木人是只出了兩幕啊 最後一幕的話 需要等20天之後才會解鎖 好吧 那我們 後續出的話我再補上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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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'S